范贤摇了摇头,不再说这个,开口说道,当年第一次在一旦居看见你时,你身边是门下青客,潇洒自如,没想到如今却成了这副模样。 这副模样没什么不好的。 李鸿城想着,这五六年来身边发生的事情也有些感慨,当日一旦居上还有郭宝坤、贺宗伟一行人,如果不是李鸿城提起,范贤或许已经忘了郭宝坤是谁。 你打了郭宝坤一拳头,后来还把他闹得家破人亡。 李鸿城看着范贤似笑非笑说道,贺宗伟如今却成了朝廷的大红人,陛下的宠臣。 世事造化皆如此,我能置身事外,相对而言还算不错。 范贤笑了笑,没说什么? 你小子够狠,在你入京之前,京都平静了十来年。 李鸿城继续说道,可自从你一入京,便开始接二连三的死人。 不过,想必你也没有想到,贺宗伟那个杂碎,居然能爬到现在的位置。 督察院在京里掐着你监察院的脖子,他开始入门下中枢议事已经开始威胁到你。 不得不说,李鸿城与范贤在对待贺大人的态度上出奇的一致。 显然,这是因为他们都非常记仇,记得当年贺宗伟想吃范若若这个雪天鹅的仇。 范贤微嘲一笑,说道,贺宗伟爬得高,将来也摔得快,我倒不担心什么。 你当然不会怕他。 李鸿城笑了起来,虽然我没有回京,但也听说了三姓家奴这个绰号。 这肯定是你取的。 范贤黑黑笑了两声,来了个默认。 李鸿城指着他的鼻子,叹息道,你呀,还是那几招。 先就是把人的名声搞臭,然后凭借着皇帝陛下的恩宠,开始玩不讲理的阴招。 不过我提醒你,贺宗伟与我不同,与老二也不同,他是陛下竖起来的臣子,你可轻易动他不得。 这招确实是范贤常用的招数,当年他就是用这招将阴杀计,女,名声败坏的事迹,压在了二皇子和李鸿城的身上,最终逼的二皇子出了险招。 然后李鸿城被靖王爷囚禁在王府大半年。 不错,如今朝廷里有很多官员开始抱贺宗伟的大腿,三姓家奴。 其实他一直跟的主子都是姓李,而且官员这种生物,哪里会忌讳名声这种事情。 范贤嘲讽说道,只是这些官员大概没有想到,不论朝廷的局势怎样发展,贺宗伟将来终究难逃死路一条。 怎么说? 范贤当着红尘的面,没有丝毫隐瞒,直接冷笑说道,陛下用都察院来制衡监察院,削监察院的权,这一点是事先就对我言明的。 我很认可这一条,监察院一家独大,对朝廷,对百姓都不是什么好事。 但监察院的凶名在此,陛下必须挑选一个敢和我作对的臣子出头,所以挑了贺宗伟,因为此人知道, 无论将来怎么发展,我肯定都不会放过他。 范贤的唇角泛起一丝冷漠的味道,所以他只有努力地往上爬,只是就算他的能力再强,将督察院发展到可以与监察院对立的程度,那又如何? 是督察院这个衙门起来了,并不是他这个人。 当监察院真正变成检察院的那天,贺宗伟也就不再有利用的价值。 范贤摇了摇头,陛下如今就这么几个儿子,只可能是老三那小子继位,不论老三将来会怎样思考, 继位之初总要考虑一下我的态度,贺宗伟他压了我这么久,不付出些代价怎么行? 他是个没有根基的草,只是被攥在陛下的手里,所以他的人生取决于陛下还能活多少年。 李洪诚听得心头意寒。 范贤闭着眼睛说道,所有人都认为陛下身体健康又是位大宗师,却没有想过,陛下如今也是五六十岁的人了。 李洪诚摇摇头,必须承认,我看事情没有你看得远。 这是自然,不然当年你也不会被靖王爷关在府上那么久。 范贤微笑望着他,如今想来,你是救了我一命。 李洪诚低头说道,如果两年前我一直留在京都,只怕现在也已经死了。 他抬起头来,凯然叹道,就像老二那样。 提到了死去的人们,场间的气氛又变得压抑了起来。 许久之后,李洪诚勉强笑着说道,当然,这件事情不能怪你。 那日报月楼外你在茶铺里与老二说的话,他后来都讲给我听了。 我知道,你只是想把老二打下来,也想救他一条性命。 只是,他这人啊,其实和你一样倔,不怎么肯听人言的。 李洪诚从一开始的时候,在夺敌之争中,就站在二皇子的身后。 范贤执掌监察院后,强力地打击。 只是将李洪诚从京都这潭毒水里打了出来,却没有将二皇子打出来。 但范贤清楚,弘成之所以支持二皇子,并不仅仅是因为将来的利益,还因为他们本身就是极好的朋友。 我很抱歉他们的离去。 范贤说道,但世界上有太多事情,是我们无法完全解决的。 我一直很好奇,李洪诚盯着范贤的眼睛,说道,不论是老二还是太子殿下,都在努力地进行某些事情。 而似乎只有你,从一开始的时候,就断定了这些皇子们的折腾,会以很惨痛的失败而告终。 你是如何判断出了这一点的? 难道一开始,你就神机妙算到,他们没有丝毫成功的可能性? 这和自小的教育有关。 范贤认真回答道,打小的时候,奶奶抱着我,便会不停地对我说,陛下这样,陛下那样,陛下战无不胜。 陛下如何如何,我习惯了,我也就接受了。 而且,他摇了摇头,最后的事实也证明了,陛下确实,战无不胜。 李洪诚漠然无语,只有摇头。 还是回趟京都吧。 我知道,你怕触景伤情,不过去看看老二也好,他和城前,皇后娘娘,长公主,都葬在一座漂亮的山丘上,风景不错。 范贤很诚恳地劝说着,这名离家不肯回的浪子,再说,王爷的身体也越来越差了,你做儿子的,总要回去看看。 李洪诚没有答应,只是诚恳说道,父亲去年大病一场,权亏你照顾,柔家来信都说了。 谢谢,我们之间何必用谢字。 范贤看着他,看似不经意地提了一句,年关的时候,若若要回京。 李洪诚豁然抬手,眼中一亮。 叶铃来定州散心,怎么没有看见他? 范贤没有继续说先前那个问题,问起另外一个自己很关心的人。 自从二皇子死后,婉儿陪了叶铃一段时间,但终究成效不大,后来还是叶重请了旨,把自己的女儿送回了自幼生长的定州城。 定州城内有李洪诚在此,他与二皇子情义匪浅,由他照顾叶铃,确实比较合适。 李洪诚苦笑了一声,说道,这位王妃看见草原后,心情就好多了,只是他哪是魏贤的下来的角色,这时节正在青州。 青州? 范贤倒吸一口凉气,责怪说道,那可是最边缘的州城,随时要与西湖开战。 我有什么办法? 李洪诚瞪了他一眼,西大营里有叶家无数救人将领,那些将领看着叶铃像看着小祖宗一样,屁都不敢放一声,他要去鞭色打仗杀人疗伤,我能拦得住。 范贤连连摇头,骂道,真是胡闹。 紧接着,他忽然想到一件事情,说道,还好,我马上要去青州,回来的时候把他绑回来。 此话一出,轮到李洪诚倒吸了一口凉气,大怒骂道,你去青州? 难道你想出点什么事情,然后陛下把定州军全图了,给你陪葬?